廣州凌减的星期三开始 全市禁止汽车响安 紧急情况除外 为者可被罚款150人民币 由驻广州记者李慧怡报道 前面的车开得慢一点 这位司机响安吹粗 来行的街可能车会多一点 左右两边都停了一些车 上面可能前面的车多一点 或者有人走过 可能就会慢一点 那些车就不停地在那里按 他们会按喇叭就会很大声 会觉得听起来很影响 就是感觉到会听起来很不舒服 大家都遵守的 没有人冲出来的 那就OK了 但有时候真的要冲出来 都是要按的 现在这么多电动车 不断冲出来你按就按 为了控制交通噪音 广州市当局公告 9月1号开始 全市实施的明喇叭政策 为期五年 当局自1997年开始 已经先后在天河 白云 黄埔等实施的明喇叭政策 新措施扩展至全市 我们身处在广州海珠区 这里现时已经实施了禁止响安的规定 但我们不时都见到有洗上行人路的外卖车 向桃阳响安 当局话会全面整治机动车乱响安的违法行为 为者会被罚款150元人民币 即是大约港币180元 但不计分 这样是否响一响就会罚款呢 当局话有两类的情况随外 包括车洗近急关 影响安全视距的路段 和超车或遇上紧急情况 亦可以响安示意 另外警车、消防车、救护车等 执行紧急任务的时候 遇上交通受阻 亦可以响安 无线电视柱广州记者李慧宜报道